来为你揭开接下来的关键词 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 就是脸上戴一个穷猫面具的 那个特别可爱 能提示我一下他是谁吗 我们没办法给你对于他的提示 别人都不愿意遇到名人堂 或者不愿意碰到那个强劲的对手 对 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挑战自己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是为了告诉我的宝宝们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没关系 我们加油 一站到地 那这样吧 我们就让他跟你对对话好不好 你是哪一个呀 你告诉我呗 我给你一张 我年轻时候的照片吧 这不是我小时候吗 把我小时候照片放出来干嘛 好可爱呀 可爱多是吧 好可爱多 好 我们来揭晓可爱多 看他是谁 他就是名人堂 掌声有请他出场 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看看我这个曼妙小丑的身材 来 再提听我这个清脆动人的声音 有没有多少猜到那种是谁呢 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啊 可是说过 我是我国境内人口最少的名字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不吃素的熊猫人 哎呦 我终不下去了 大家好 我是诺儿 诺儿 我是中国人数最少的民族 塔塔尔族 堪称在中国可以说是两只脚行走的大熊猫 我今天告诉各位 我站在这里 我就是个两只脚行走的火药桶 敢点的 片甲不留 欢迎你 为什么这次要带一个熊猫人的这个头套出 对啊 哎呀 我们一直很可爱嘛 对啊 大家也看到了刚那个照片对吧 我四五岁时候的样子 有没有那个新疆的哈密瓜吃多了样子 超甜 超帅 超可爱 所以叫可爱多就是因为很甜很可爱 对对对 再次来到这里嘛 我的故事呢 也想从那个时候开始小小给大家讲起 嗯 自打我这个人有记忆 到我长到我爸的腰迹那么大呢 我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口岸城市 叫阿拉山口 就是要啥啥没有 就是火车特别多 小小的我当时就会有个小小的疑问哈 这么多火车它都去哪里呢 然后我去问了老师 老师特别轻描淡写地给我说 只要有燃料 它哪里都可以去 随着我长大 然后慢慢地又来到了上海 来工作 来有了舞台 然后呢我碰到了一句话 格外地有力量 这句话叫自律给我自由 当时我就决定呢 除了我要天天健身以外 我还得加入个新项目 就是看书 看书的同时我也喜欢记下 我很多喜欢的话 像健身呢塑造了我的外在 但是读书这件事情 真的是帮我这个年龄段 平衡着我自己的心态 我每次来到这个节目啊 可能给大家特别多的阳光 或者是笑容 节目播出后会有一些私信 多是在告诉我一些说 其实生活看着机会多 机会不是那么多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很迷茫 压力也很大 这样的东西 难道不是问你 小哥哥你有没有女朋友吗 哎呀 我就觉得健身和读书这件事情 是我理解的最初级的自律 这两者也是我这个人的燃料 所以呢 如果今天还有朋友看到了 我们这一期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 自己的燃料 只要选择一件 你并不讨厌的事情 坚持你所相信的事情 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说天赋的对面不是平庸 而是勇敢去闯 送给你们 谢谢